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最终得识房》 《全心节》是在《马泰福音》25章23节 经常记着说,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你 今天的信息是,上帝帮助我成为忠诚的人 你有没有试过发了一些梦醒了之后就不记得了? 或者这个梦是很无离的,也不知说什么的梦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令人很困扰的梦 《药室》因为波提佛太太的诬告 而被波提佛困到监牢 上帝知道,药室是无辜的 但上帝依然是允许药室在监狱里面 有时候,上帝会把他的子民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但是有特别的原因 上帝在监牢里面也一样赐福药室 而育长也发现,药室所做的事都是尽善尽美 很快,育长就派他管理其他的囚犯了 药室在监窗里面遇到发露的厨师和调走师 有一天,药室发现他们很屈闷 原来他们两个都发了一个梦 是没办法理解到的 药室对于梦其实都很了解 上帝在他很小的时候给了一些很重要的梦 药室听着他们说他们的梦 而上帝也帮助药室帮他们解梦 一切都照着他所说的应验了 调走师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侍奉国王 而厨师就没有了 药室请调走师在法露面前顾念他 希望藉此可以在监窗里出回来 但是这个调走师竟然忘记了药室 令到药室在监狱里再留多两年 有一晚,法露做了两个梦 在第一个梦,他梦见有七只很肥很漂亮的牛 在河边吃草 之后就有七只很瘦很弱的牛 将刚才肥的牛吃光 在第二个梦里面 他见到有七棵很健康的粟米 然后又突然有七棵很瘦弱的粟米 这些梦令到法露觉得很不安 他没有办法再睡下去了 这些梦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露的宫殿里面没有一个人能解到梦 后来这位调走师就想起药室了 还把药室在监窗里照了出来 药室说给法露听 上下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梦 他比法露做这个梦是因为有特别的原因 上帝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药室 药室就解释说 你两个梦其实预言是同一件事 接下来的七年 埃及生产粮食会比平常的多很多 牛和粟米都会非常肥美 但之后的七年就会变得很差 农作物不会再生长 我们将会面临大饥荒 药室就建议了 你应该要建多些谷仓 在丰年的时候就要存多些食物 这样一来 埃及在丰年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食物 法露同意药室的想法 他觉得药室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然后还派他管理粮仓 法露将他盖章用的戒指给了药室 还给了很漂亮的衣服他穿 甚至比之前哥哥和波提佛老婆 拿走的那两件衣服更好 法露派了药室去到治理整个埃及 上帝确实一直与药室同在 上帝把药室放在监仓是有原因的 当不好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药室一样忠心 上帝亦会帮助我们忠心于他 就是这位我们在家里和教会中 学习到的上帝 他能够在任何处境中成就美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